大家一同在庄严树木颂今生及鸟鸟香烟之间前程参拜 草屯会的共一连三天举办孝灾祈福法会 先远庄士姐唐小芬及简俊廷受邀出席开箱仪式 祈求风调与顺国泰民安 来地方很多人都来这里拜拜 也希望祈求日本的法会 让我们社会这种疫情能够慢慢的消退 让我们所有的经济能够赶快的恢复原来的状态 让所有的百姓能够安居乐业 在这里也很感谢我们慧德公 也是我们地方的一个大庙大公 这一次我们的法会能够圆满顺利 让我们所有的百姓能够安居乐业 现场也有很多县重为祖先超度 公方请法师诵经三天 现场并有米面等贡品 现原庄士姐感谢慧德公 发挥宗教安定人心的力量 让社会能够更安定更和谐 也期许透过法会的办理 清化人心祈求疫情远离 我们福利公基盟就三天的平安法会 我们福利公每年都会办法会 祈求政策可以平安顺势 像这些无助的友谊 可以来来听经文法 现原简俊庭感谢慧德公 长期热心社会公益 发挥社会教化的功能 期望借由法会的办理消灾节恶 超把九旋期主及冤亲在族等 也保佑个人家庭及社会 都能平安幸福 让地方民众更加平安顺心 疫情找日远离 这几年以来 受到这个疫情的影响 希望就由我们福利公 今年在一出三天的发挥 可以帮地方消灾改革 尽量拜承一颗 无助过分 和阵容的三观众 第一次生活可以恢复常规 慧德公每年年底 所举办的消灾祈福法会 是地方盛事 董事长弘明珊 感谢各界共同参与 一起和信众祈求各界安宁 全球灾疫早日消除 鸡脚红一轮炒臀 三方报道